继续来看到今年端午节 云林县首度举办了龙舟竞赛 地点就选在云林海角秘境 口湖香的宜吴智宏池 而这里又被称作是小日月潭 景色相当优美 不过云林县府是怎么把防洪用的智宏池 打造成全台最漂亮的龙舟竞赛场地 我们一起来看看 在现场李静勇的几股带领下 县府一级主管队 卖力地划着手中的奖 尽管只是表演赛 因为这是云林县第一次举办的龙舟赛 大家都想在历史上留下曾经的努力 只是让人好奇的是 台湾的龙舟赛云林从来不曾举办 今年怎么会突然出现 这么个环境优美 水环境平稳安全的龙舟赛道 县长李静勇表示 明国103年的时候 云林县政府把口湖地区 费根的100公顷农地 规划成为宜吴智宏池 以解决这个地区长期水患的问题 县府又接着向水利署 申请水环境建设经费 才打造出现在看到的这个美景 这是原来的功能 是设定防洪的这个功能 但是后来因为水来后 当然会带来一些形态 这个环境也有一些变化 我们感觉我们的这个地方 如果来整理一下 应该会成为一个非常漂亮的这个景点 所以这几年来 去台湾政府包括公司 包括这个管理政府 大家共同会留在这里 同样原来有益助一些资源 我们就把它整理到现在这个风貌 现在你看这个 宜吴智宏池的北池 它是一个风景非常美丽的地方 也有很豐富的形态 所以说只要人家努力 我们可以去改变这个团队的环境 可以冲着更多的景点 可以去边更多的景点 来到我们困难 来到宜游的这个地方 来观赏我们这个美丽的风光 其实这个制宏池原本刚修建完的时候 四周的环境并不理想 除了主要的制宏功能外 与当地著名的连结并不深厚 县府经过规划 向水利署申请经费 逐步打造这个悠闲的环境 除了保有原来的防洪功能 整个环湖步道的修建 加上具有特色的凉亭 四周的植栽 让这个地方突然成了 云嘉南沿海的新亮点 很多人都慕名而来 这边一个环境 它已经是台湾西海岸 最具发展潜力的一个 所谓的人工湖也好 志宏池也好 将来是魅力无限 其实宜屋志宏池本身是个景点外 附近还有其他的另类景点 跟美食能够搭配起来 不管是一日游或是二日游 云嘉南风景区管理处 都积极地在规划游程 希望提供给游客不同的选择 像是附近的成龙村 就是国内住民利用地层下线景观 邀请国际知名艺术家 来打造成为一个装置艺术村 宜屋村附近又有很多的产业 像是文葛 牡蛎 乌鱼籽 白虾 这些都是当地盛产的水产养殖 利用这些也可以做出 很道地的地方美食 有美景 有美食 这样的地方当然要大力宣传 云林县长李静勇说 志宏池南池可以洋水重点 北池风景优美 适合开发观光休闲的水上活动 要让游客可以一路从北门水晶教堂 到东石高跟鞋教堂 过一座桥 就可以到台子港的渔人码头 让云嘉南沿海的景点连成一线 让西部沿海旅游成为新的风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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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西部沿海旅游成为新的风潮